图片来源摄图网在今年成为全球首家市值破1万亿美元的科技公司苹果 却在最后三个月里感受到了寒冷的滋味美国当地时间12月24日 苹果股价跌破150美元 近60个交易日 低幅超30% 与今年10月3日创下的最高点相比 市值已经蒸发了超3900亿美元苹果近期股价走势数据来源 国粉想拿到今年9月推出的最新款iPhone 最少要花6499元 而最顶级配置的一款售价已经达到了12799元 往日苹果电外排队抢购iPhone的盛况不在仅仅三个月后 苹果在其中国官网推出了折抵换购的活动 IPHONE XR4399元系 iPhone X仅6599元系 以抵消的折扣计算 这也是苹果进入中国市场以来 所推出的最大优惠活动 凭旧手机 最高可抵2100元苹果中国官网的信息显示 折抵换购iPhone X仅4399元系 iPhone X仅6599元元系 目前iPhone X官方售价6499元系 iPhone X售价8699元系 这意味着 消费者凭手中的旧手机 最高可抵2100元 对于折抵价格的标准官网提示 价格取决于所折抵iPhone的机型和状况 需要自行备份所有数据 苹果不对任何文件或数据的丢失 负责苹果中国官网上提供了链接 以方便用户计算旧手机能抵扣的价格 以美金小编微信号 手中一款购于2015年的iPhone X64G内存 为历经官网计算得出 可以抵扣735元要知道 在去年这款手机在苹果购新机 只能抵扣约500元 一年过去手机更旧了 但抵扣的价格 有将近50%的增长值得一提的是 iPhone X8P64G尽管官网显示 可以抵扣2680元 但在实际购机时候 只能按最高标准抵扣2100元 美金小编微信号 注意到 用户必须到苹果公司在中国的零售店 才能够享受此前优惠 此外 苹果中国官网标出了优惠的结束日期 2019年1月31日结束 而苹果同期在美国的促销活动 目前尚未说明结束时间 并且目前还不清楚 为什么中国客户只能在苹果零售店 享受此项已旧换新升级优惠 美国买家可以在线完成靠提价维持业绩增长 恐难 持续根据第一手机界研究院统计数据 在中国区市场 iPhone X Max在10月销量达90万台 于10月26日开售的iPhone X 则在当月剩下几天里 获得了11万台的销量 目前许多分析师对iPhone需求的周期是悲观态度 以旧换新优惠的推出 只能有助于强化这种观点 高盛分析师罗德哈尔在其最新报告中称 苹果似乎在iPhone X的定价策略上 出现了严重失误 致使销量无法达到预期 除了中国等新兴市场的需求疲软之外 iPhone X的较低性价比看起来 也不会受到美国之外用户的欢迎 罗德哈尔还指出 现在的市场状况表明 苹果正在受制于iPhone的高售价 根据手机行业的以往经验 当定价全丧失时 消费科技公司要么损失利润率 要么失去市场份额 或者两者同时失去 值得一提的是 苹果目前还官司缠身 12月10日高通方面宣布 中国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已发布初步禁令 禁止苹果在中国市场进口和销售 涉及到从iPhone 6S到iPhone X的 7款iPhone手机 原因是法院认为 苹果侵犯了高通的两项软件专利 但禁令未包含苹果今年发布的 三款新机型不过 高通的律师在13日告诉英国金融时报 他们计划用同样的专利侵权 去告苹果的这几款新机型 iPhone X iPhone X 和iPhone X的案子 分别在北京 青岛和广州的法院等待审理 12月20日 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财经频道 CNBC报道 德国慕尼黑地方法院 当天授予高通针对苹果的禁令 禁止后者在德国销售部分 使用英特尔芯片和另一家供应商 Cobo 0部件的iPhone手机 美京小编微信号 AMP News 注意到 苹果还将面临一个有争议的重大问题 公司此前公告称 将不再披露iPhone iPad和Mac的销量 而是只披露美类产品的总营手 其结果是外界将无法明确了解 明年iPhone销量将会持平还是下跌 明年对于苹果来说 将是重要的一年 将推出流媒体视频服务 其中包括投资于10亿美元制作的原创影视节目 将正式允许iOS开发者 把他们的应用移植到Mac 更重要的是保持iPhone的销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